哈喽,我是王王暖 这段时间一直没有拍视频 是因为我实在太忙了 我每天要杀六个猪 然后每天有好多好多事情要做 我也怕你们看着房了 因为我每天的日常都是一样的 就是去收猪,杀猪 然后逛香肠,做腊肉 然后发货 然后现在又有一个师傅 他们家里面养了几只土猪 让我去收猪 跟我一起看一下他们的猪怎么样吧 你是要买几个猪吗 买可能有六个猪吧 六个猪啊 不肥吧 这个猪我都留着,直接吃 这个啥品种猪吗 这个是 五黑杂猪 啊 这个是动肉肺 这个猪太小了吧 这个猪不啥给你两个自己吃的 你肥不肥 哈喽,你肥不肥 这个太肥了,这个标太厚了 不得肥,不得肥,不得肥啊 变了好久了 这猪都吃了十一个月了 你干嘛,你要比较活泼,你还越狱啊 这黑小猪 他舔我 老板家是做米的声音的 然后这米汤特别多 这叫我喂猪的 他这个猪圈还好啊 感觉不是很臭 之前我去别人家猪圈 真是臭的我直接熏出来了 他这里通风效果比较好 然后老板的话他是做米的声音的 他天天有自己做米嘛 自己打米 然后他们家的猪都吃了 他们那个续米啊一些坎之类的 活食挺好 活食挺好 还给他煮熟了才吃 现在在给猪煮熟食了 猪啊,这 萝卜 萝卜 猪为萝卜啊 萝卜青菜 还要把米面炸 我家包个米 哦 这个是玉米粒是吧 嗯 就用这个机器打的呀 那这个熟食煮了之后 然后再把它拌一起吗 嗯 大柴架起来 他应该柴挺多的呀 大概要煮多久啊 这个猪食 嗯 我说出去 没有 五六点钟喂猪差不多 猪一天喂几次呀 喂两次 两次 嗯 看一下这是昨天去看的猪 今天弄了六个 哇这肉看起来好八十哦 这里还有 五花肉 这边是腿肉 还有半个月就过年了 我每天杀六个猪 逛了好多好多香肠来备年货 每天太忙了 忙得屁颠屁颠的 还好妈妈回来了 就我目前这个小作坊啊 每天都是十多个工人在做事 一个人呢 也还开工厂了 是不是要招更多更多的人啊 我们现在所有的工作都 井然有序的开展着 这边呢 两个配货员 小罗在打印单子 然后这边我是请了一个小妹妹回来 打包快递 我妈 我妈是全能的 做饭也是她 打包也是她 遛狗也是她 反正我妈妈 辛苦了 大家都知道 我之前的打包工作 是交给哥哥跟嫂子的 前两天呢 我给他们两个发了一次工资 第二天 两口子就跑到成都去看雪去了 我有点理解啊 因为他们今年的正月出发 要办婚礼 两个人没经验嘛 压力比较大 出去放松放松 也可以 所以我现在招了这个小妹妹过来 她两口子 该怎么玩怎么玩 玩好吃好就行 我把我的工作做好就行 现在太阳好 把肉推过来 晒太阳 然后现在带大家看一下 我其他的阿姨他们在做什么工作 我们做腊肉的腊肉啊 都会烧皮的 就是把表皮烧一下 把毛烧一下 烧好皮 师傅在花五花肉了 把这五花肉 花成一块一块的 拿去腌 哇 这个五花肉好 这个五花瘦肉比较多 切好的五花肉又拿过来 准备腌制了 哦 这个五花肉好肥啊 哎 你这个都不成形状 这个好看一点 然后这是猪头 会把猪头均匀都抹上盐 给它做个10帕 然后会腌个五七天左右 七天左右 这些纯瘦肉呢 就把它切成小块小块的 等一下来切成片过香肠 我还特意做了一些肥腊肉 因为咱们剩的肥肉太多了 吃下来肥肉干嘛呢 炼油呗 咱们剩的肥肉呢 会到这边 炼成油 油渣 老香老香了 这边还有两个阿姨在熏肉 熏锅里的肉 就碰壳砍一下肉 跟排骨怎么样 看这个炉子已经熏的 哇塞 全是油 哦 这颜色看起来太棒了吧 真的 你妈熏的这颜色就很好看哈 再熏久的话就黑了 哇塞 看到没有 真的是 焦黄焦黄的 金黄金黄的 很漂亮 温暖的腊肉香肠 预计做到腊月24 25 我就不杀猪了 然后能在年前发出去的 就尽量在年前发 年前发不了的正月啊 出伤之后 就可以陆陆续续开始熏香肠发货了 最后说一句啊 就特别感谢 朋友们对温暖的支持 因为有你们的支持 我的事业才会越做越好 我也会把更好的品质 带给大家 我也希望我的视频 能够带给大家 是一种积极正能量向上的感觉 年轻人一定要肯吃苦 一定要勤快 生活会给你回报的 会给你惊喜的 一起加油吧